戴上头戴 老奶奶专注于平板游戏 不论是算术或是图像记忆 一一解题 台湾进入高龄社会 有鉴于失智人口攀升 石头汤社区长照据点 引进日本大脑赋能训练系统 用游戏来刺激脑部运动 并透过颜色变化来监测脑活化程度 希望能及早发现长者失智的问题 它最适用的其实是 老龄还有初期的失智是最棒的 但因为这个失智其实是不可逆 它只能延缓 怎么能解决失智的照护问题 其实是所有国家关键的问题 那我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科技介入 不然照护的人力永远都不够 为刺激前额叶的记忆力 专注力 反应力 这套系统设计40多款游戏 并可透过后台数据做资料分析 医院方面希望能进到社区做临床试验 并照顾更多轻微失智的老人 在引进台湾之后 做一些临床的试验 包含一些真正生根整个社区 做一些临床验证 不然我们因为毕竟国情不同 国人的一些疾病状况 也不尽相同 那我们希望他能够把这套系统 能够落地 然后生根 然后生化社区 然后希望能够最终能够 希望用这套系统来照顾一些 轻微失智的老人 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推估 2025年台湾老年人口将突破470万 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 石头汤社区长照据点 教导长者如何使用 并正确选择辅具 也提供咨询并举办活动 鼓励长者多走出家门 这次跨团队合作 希望借由科技的协助 让长者有更健康的生活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台北报道